历史世界频道 汉江大桥爆破事件 是于1950年6月28日 大韩民国国军 以炸药炸断汉江大桥 及汉江铁桥的事件 1950年6月25日 朝鲜人民军进攻韩国 引发朝鲜战争 当时韩国总统李承婉 下令韩国士兵死守汉城 6月27日早上 李承婉与政府要员 乘专车逃出汉城 同日上午11时 大韩民国陆军决定 弃守汉城 并炸断汉江大桥 以解慢朝鲜陆军入侵的步伐 直至下午3030分 韩国陆军工兵队开始 在汉江大桥桥梁放置炸药 设置了近3600磅三销机甲本 TNT 在晚上11时30分 爆破准备完毕 韩国军方当时仍为知会当地居民 一日凌晨1时45分 爆破命令下达 凌晨2点30分时 国军点燃炸药汉江大桥倒塌 大桥被炸毁的一刻 桥上仍有近4000名难民 其中约有500至1000人在此事件中死亡 韩国官方声称800人在爆炸中遇难 当时玛格丽特西金斯等四名胜吉普车过桥的 美国记者挤在人潮中目睹了爆破过程 于同日上午11时 朝鲜人民军部队中抵达大桥所在处 炸桥事件无论在实际上或心理上 军对韩国造成了冲击 爆破当时 韩国陆军主力部队的第二步兵师 第三步兵师 第五步兵师 和第七步兵师等部队 仍在汉江以北 爆破之后 韩国陆军的9.8万兵力中仅2万人南渡汉江 9月21日 韩国陆军本部工兵兼崔昌直上 校应被指为该事件的负责人而遭枪毙 1964年 崔上校的妻子就判决提出上诉 法庭纸炸桥的命令是由时任陆军参谋总长蔡炳德少将夏达 顾平反其清白 2007年6月28日 当地退伍军人协会举办活动悼念死者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